你没这种经历吗 有啊有啊怎么会没有呢 但是没你这么严重 我刚才对不起 我一边听一边忍不住笑 我在想这个最后让那个女孩知道 我想她未必会很感动 她说哎呀还好离开得早 这是个疯子 但是我觉得有的自杀的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 就不只是因为过不去 有的时候你其实是希望你的死 去惩罚对方 就我之前有过一次 就是说也是我打电话 跟对方谈分手 然后打了七个小时的电话 就真的是七个 是她就要跟你 我跟她分手 她就说 她就说说 我现在在我们家阳台上 我就酒瓶子也掉下去 我看酒瓶子摔得粉碎 我就想我自己啊 她没说完 那我就说你要死了 我赔你一条命 但是我不会 不要重新跟你在一起 她是 因为我觉得她好像是希望 用她的死来去 威胁感动你 或者说她希望留下 在我生命里面留下某种印记等等 然后最后她就说 这样吧 我们数一二三二一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 就完全拉黑 不联系对方 我说行 然后过了三二一 然后真的挂了 对方打电话来说 哎 刚刚你是这个 没有信号来 你挂了 然后我就很怂 我说没信号了 没信号了 然后就又聊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就说 我觉得我甩别人 就伤害别人的这个 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不亚于被伤害的这一方 就因为你失恋 我觉得你去跟人提分手 你本质上是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人开枪 就那个 没有人去想过 就甩人这个体验 给人带来的心理伤害 我觉得其实也挺大的 就是不仅是被甩的一方 感觉到被伤害 甩人的一方 那个伤害反弹回来 其实也很恐怖 你甩人多还是被甩多 我甩人多 对 我甩人多 这么可爱 肯定很多人喜欢 就是其实就是说 人生啊 有很多情绪上的坎 它过不去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你们搞文学的 更有那种 就是多情的这个天性 我因为可能学哲学的 所以 您就没学校学的 我没有 我就只是爱恋过一个人 但是没成 就是我自己主动退出了 因为我在这里非常理性 就是我一对比吧 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特理性 我觉得我一定要找 跟我差不多的背景的人 我不能找一个比我高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当然我也有一次 现在就刚听你在讲 我就想有一次 我也是挺狠的 可能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挺大 但我就觉得 如果这事不行 从此您就走上来 马上就断掉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你刚才那方式 已经是非常好的方式了 就是它在这个行走过程当中 第一 你有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的传导出去了 就是你在 生理上 对 你一直在走 所以你的情绪呢 实际上已经帮你宣泄出很多了 然后第二呢 其实我们说有点作 就是对吧 你在这个作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还是在品味这一段情感 然后呢 希望让他知道 可是关键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想办法去让他知道 这可能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 就是现在定位就知道在哪了 然后你告诉我为了你 我走多远 对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一般女性是一个特点 就是说她一旦觉得这事不成的话 她一般轻易不会那个 她就觉得你做的越多 你就是属于想 就算纠缠 对越可怕 她越怕 没错 没错 我就记得当时我那个女友还跟我语重心长的 讲了一个哲学的点 不是道理 我说 如果你的手里抓着一只鸟 是吧 那么你呢 应该放手让它飞 它飞了之后呢 还有可能飞回来 但是如果你一直这么攥着它 它就死了 这不还是让我放手吗 对吗 就是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别看咱大家说起来很可笑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失恋的人的感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同情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过那种经历 你知道它有的时候是什么 有一个法国的作曲家 叫什么萨蒂 这个一个怪节 这个萨蒂你知道吗 它有一个曲子叫烦恼 这个钢琴曲 这个钢琴曲呢 演奏起来呢 就一分钟 但是呢 这个作曲家呢 在这个五线谱下面附注了 演奏八百四十遍 是的 就是好 没人说 有人还真的就给它演奏了 据说演奏下来是在什么三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甚至还有人说演奏到三百多遍的时候 好像听见了某种赞美诗的旋律 反正五迷三道的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个东西因失恋而作 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叫做冰凉的孤单 那种感觉 我也有过 就是说到第二天早上 最心酸的是那个时候 就是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 那个时候还以为没失恋 会有那么几分钟 你知道吗 还以为它还在 然后马上要知道在 那种叫冰凉的那个孤单啊 就是很多人要很长时间 很长走出来 走出来 而且很多人就是活不下去了 这就是初恋 就是青春期 只有一次是吗 你第二次就不可能这样了 我就觉得这种力量 非常可怕的是 它为什么说 对接下来会对人有影响呢 我从那儿起 我就觉得 是不是心里有了一个防卫机制 就是说啊 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快乐 寄托在另一个人的合作上 我想这个从此之后啊 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信条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带着 就是但是也有人说 你很可悲 我有一个朋友讲 你很可悲 就是你再也不能投入的 说呀没了 你又活不了了 你不会再投入了 这就是您说 这是不是对人的影响 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在就是我身边也遇到过 真实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这个学生呢 入学的时候 我们都做过心理的测量 就是当时用的一个量表 这个孩子呢 当时心理健康分特别高 也就是说 如果是21是标准的话 他可能达到256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当时 这个有一个记录 但是并不是因为 这测量对这学生关注没有 然后他就正常上学 最后这孩子 因为表现优秀 也得优秀 然后当这个班主任 就是辅导员吧 结果后来呢 他就爱上他的一个学生 然后呢 这个可能相处了几年吧 因为他管这个班嘛 然后等这孩子毕业以后 这孩子就是因为家很远 爸爸觉得这个 这么个女儿不放心 回来吧 他就走了 这个男孩就像你的话 他想不开 想不开 最后呢 就找到这女孩 说咱俩再见一面 最后把女孩叫到宾馆 给人家喝了麻醉剂以后 杀了 杀完以后呢 这个事发生以后 后来我当时就讲 我说这孩子 一定没听过我的课 就是我后来 在讲我的课当中 有一讲 我们专门就谈 那个报复类的犯罪 报复类犯罪呢 就是其中这个 最重要的动机 就跟情感有关 所以过去古人 有一句话叫 十件人命九件尖嘛 就是说和情感 这方面的关系的 引发的这种凶杀特别多 然后这报复呢 有几种 有女方的试炼报复 有男方试炼报复 然后还有这种 夫妻之间的 第三者介入的报复 所以在这个 尤其在试炼报复当中 特别多见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我说其实吧 人这一生啊 你这个 你是缘分 遇到不同的人 所以呢 你在这个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有一句话 上次没谈到过 就是恋爱爱的是一类人 结婚是一个人 就是你说我爱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谈出你的标准来 这个比如说 我希望他漂亮一些 温柔一些 然后皮肤白 你可以说 说上多少种 这世界上 符合你这条件的 绝对不是一个 对 是一类人 对啊 要条件嘛